雷射機打開之後呢 我們直接在這裡按下載 那下載的時候 你要設定給他一個檔案名稱 那這個名稱注意一下 要用英文數字 英文或數字 不可以用中文 也不可以有特殊符號 然後要在八個字以內 那好了之後就按確定 過幾秒鐘他就會出現一個下載完畢 下載完畢之後他就是把檔案存到機器上面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看機器那端的操作 這樣子就OK了 雷射機這邊的操作 就是一開始我們要先按一下文件 然後呢 你剛剛下載的文件呢 會出現在這個文件 最上面 最上面這一個 剛剛我們是設定ABC 那所以 我們就選這個ABC 先按文件然後選ABC之後 然後按確 按確定 按確定 按下去之後他會把你的檔案讀出來 那你再確認一下你這個檔案的 長相是不是這一個 是不是這一個 然後呢 這時候 我們接下來是要將你的木板 接下來我們將木板 將你的雷射頭 你找一個空的位置 木板找一個空的位置 擺在雷射頭 的下面 然後呢 再 我們用你的圖案的左上角 去對齊這個紅光 的位置 這個是那個指引的紅光 這還不是雷射光 然後呢 這時候你要先做一件事 如果你的板子的厚度有更換 那我們就要去調這個雷射頭 跟板子的焦距 要剛好 要剛好 那如果太高或太低在 在那個機器的右邊 機器的右邊他會有一個 平台上升或下降的一個按鈕 請你做適當的移動 適當的移動 現在 下降 那這個太鬆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上升 然後 試一下 不夠 再上升 差不多剛好可以碰到 又可以過去的這一個距離 就是他的焦距9mm的距離 那這時候呢 請你按一下 這時候我們要 按一下 這時候請你按一下那個邊框 這個邊框的動作呢 是讓機器 可以做一個 預先位置的 列印位置的一個判斷 一個模擬 讓你檢查看看到底是不是合適 所以我們把這個邊框按下去 邊框按下去之後呢 他就會先跑一次 那個大概 雷射切割的位置給你看 那如果你覺得OK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沒問題 那我們就 按啟動 剛剛是按邊框 他會先掃瞄一下 那如果沒問題 你就把蓋子 蓋起來 雷切機的蓋子蓋起來 然後呢就按啟動